嗨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好快喔 已經進入12月 加拿大這裡到處都可以看到 洋溢著歡慶聖誕節的氣氛 是不是跟我們中國人慶祝春節 是一樣的熱鬧呢 前陣子8月裡的一場感冒 咳嗽拖了一個多月 竟然搞出了廢居水 這應該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死料未及的 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只能說人老不得不服老 所有的身體機能都在逐漸悄然的衰老中 也體會到當身體真正發出警訊時 才知道生病的可怕 而這真正的可怕 是在對於日常生活無法自由掌控 以及有傳染給家人的風險 當然這期間也間接的影響到家人的日常生活 咳嗽拖了近把個月 才找醫生問診 電話中 醫生也當下為我做了緊急處理 先開7天的抗生素 這樣應該可以先把病情穩定下來 後續再持續觀察 自從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以來 加拿大這邊的家庭醫師 便改成只能電話問診 非必要醫生是不會跟病患見面的 縱然我已混打了兩劑輝瑞跟莫德納疫苗 仍然必須檢驗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確定沒有感染新冠病毒才可以到診所看病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是因為我一直咳嗽有一個多月 怕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餘歷 畢竟醫護人員都是第一線的 所以必須被保護 況且進出診所的都是抵抗力較弱的族群 所以我必須先去檢測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等報告出來後 確定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才可以面見家庭醫師 醫師也才能夠進一步提供治療 還好加拿大這邊檢測新冠病毒的設置點 在網站上一查還算蠻多的 而且它是免費的 所以我老公很快的就在網站上 找了一家帶我去做檢測 到達檢測點時並沒有什麼人 醫護人員只將棉花棒往我鼻腔繞一圈 就說OK 隨即就給我一張上網資料 以及我個人的PIN碼 並告訴我大概一到兩天就會有結果 那隔天下午上網一查結果就出來了 還好是陰性不是COVID-19 這也解決了我們之前的擔心跟害怕 於是再次打電話到診所跟醫師約診 在約診當天 向櫃檯人員出示無感染新冠病毒的檢測證明 等櫃檯小姐確認後 隨即幫我安排了醫生看診 醫師看診時再次了解我的病況後 隨即表明 之前電話問診中 研判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應該是沒錯的 而且吃了抗生素也已經好很多 所以醫生就不再給藥 直接進一步給我拍攝胸部X光的單據 讓我先去X光診所拍攝胸部X光 等胸部X光照了再看狀況 在加拿大是有全民健保的 只是跟台灣略有不同 加拿大這裡看醫生及醫生開的診療單 是不需要付費的 就如同我照胸部X光這個是免費的 但我如果到藥局拿藥 這個是要自費 當然藥品的種類有很多 自然所費就會不同 這期間因為已經吃了抗生素 咳嗽也已經好很多了 那我覺得我應該是快好了 10月初剛好又是美東賞風的最佳時間 所以這個期間我老公便安排了4天3夜的賞風旅遊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是好了 所以10月6號拍完胸部X光就認為沒事了 哪知正當我們10月8號出發賞風的途中 診所代理醫師緊急打來了電話 說我胸部X光拍攝出來了 發現左邊肺部已經積水 並且還有感染病毒 必須先回診所治療 但當下我們已經出遊離家百里 況且這幾天飯店也都已經預定了 我老公只好趕快路旁停車 讓我可以好好的跟代理醫師討論我的就診狀況 當蘇醫師了解我已經在9月底吃了7天的抗生素 而且現在目前也已經在好轉當中 隨即表明吃完抗生素通常是要4到6個禮拜以後 肺部的狀況才會慢慢恢復 因為我是10月6號拍的胸部X光 可能拍攝的時間還太早 所以還看不出來 經過我們一番討論之後 就請代理醫師幫我預開一次藥備診 等我回到多人多之後 看自身的狀況 再決定要不要到藥局拿藥 哪隻初有回來後又再度染上感冒 以致肺炎一直無法好 也並沒有再惡化 這期間也著實讓家庭醫師困擾著 時時關切叮嚀 再無藥物可以治療了 必須好好保護好自己 別再感染感冒 就這樣前前後後兩個月裡 總共吃了兩次抗生素 一次7天一次14天 同時也照了X光 來監控積水以及感染病毒的狀況 吃抗生素期間因為藥量增強許多 醫生也貼心的建議 要買益生菌或者優格 來減緩藥物的副作用 加上我也變乖了不敢再熬夜 也積極配合醫生的叮嚀 嚴格禁止喝咖啡 還有吃油炸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加上我老公也在Google上 了解到肺炎必須補充 維生素A跟B2 我們也買回來吃 這樣總算肺炎的病況 感覺就漸漸的一直在好轉 現在只要12月中再照一次胸部X光 看看狀況 林醫師也說 假如沒有好 那就只好安排到醫院再做其他的檢查 希望應該是沒事的 因為我現在感覺還不錯 這次生病讓我體會到 當感冒咳嗽一直吃藥都沒有效果時 一定要及時就醫不能再亂找藥吃 要相信醫生 好好的跟醫生配合 才是治病之道 再來 你會這樣嗎 沒生病的時候 口喊著要運動 卻遲遲也無法落實 總是有一搭每一搭的隨便動動 就算療事 其實我就是這樣的人 這回生了病才知道運動見走的重要性 但身體某些器官 已被傷害難以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我現在只要碰到冷空氣 或外吃走路不到五千步 大概30分鐘就整個人感覺很累很累 回家就要睡上大半天 但如果沒走路 是不是越來就越不能走呢 也就這樣開始思考見走這件事 總點勉強自己 保持身體健康和維持體能 才是目前退休後的重要課題 不是嗎 想要擁有健康的身體 首先就必須將健走 融入日常生活中 養成健走的良好習慣 相信大家都能藉由健走 打造一個更美好的健康人生 謝謝收看我們下回見